13號晚上臉書刷起一片訂票文提醒 因為台鐵高鐵凌晨就開搶大選日返鄉車票 看看高鐵訂票網站 台北南下高雄1月13號投票日當天 早上出發8點半到8點51之間的票 已經訂不到 車票開搶不過12小時 上午9點21到近10點 10點半的熱門車次也通通玩售 買好了 已經買好了 對 早上搶的 昨天半夜 好搶 其實還蠻順的 尤其是在就是禮拜五跟禮拜天這個時段 就會比較不好搶票這樣子 所以說你有時就是要議定 要不然的話你就是到機場候補 返鄉投票加開書運 高鐵明年1月12到15號 一共加開91班列車 台鐵全線東西部幹線 南北半環跨線也加開各級列車 總計81列次 要把在外打拼的遊子送回家投票 這次的選舉 我們在全國將開設1萬7795個投開票所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的設置數為241741人 這一次全國選舉人數約1953萬人 投開票所1.7萬也達到歷年最多 選務規劃維安難度也相對高 行政院下令務必預先擬定演練 確保選舉順利完成 再次選舉